今回歡迎大家收看 近期有一部被稱之為神劇的 BL劇集Hestory 繼續掀起BL劇集的熱潮 Hestory早於上年已經在台灣播出 第一季是三個單元 《My Hero》、《離我遠一點》、《雀魔》等等合共12集 在台灣播出時點擊率超過350萬 以540萬台幣的成本來説是一次大豐收 令到劇中一眾的直直無名男演員 個個都升格成為男神 現在去HMVOD就可以免費收睇 《My Hero》單元的頭三集 說回Hit Story 第二季在今年年初上架 兩個單元是非和越界 亦分別錄得425萬和456萬的點擊 有興趣大家加入BL劇熱潮嗎? BL劇集受歡迎程度令到各界大為關注 早前國內有一套BL劇集 是因為內容涉及不正常性行為 未成年戀情和毒品等等 令到當局要立即下架 變成禁止的搜尋 現在愛奇藝騰訊已經找不到 不過也正因為大陸近播關係 劇集在影視內容審核較為放寬的台灣 引起大量討論 而劇中的多位男主角 亦因為這樣受到觀眾關注而爆紅 事實上不少BL劇集 和其他愛情劇集一樣 都是為了觀眾帶來很多 關於愛情的思考和啟發的 愛是貴乎相處、了解、關懷、體貼 要一起去解決困難 一起向自己的夢想進發 不只是看樣子那麼簡單 愛是陪伴和內心 不一定要選擇很英俊和好潮才行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